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尽管新冠Delta病毒确诊上升 但马州只有0.18%的接种者检测出阳性 马蒂沃尔什重返波士顿宣传带新休假 调查人员称绿线车祸中的火车速度是限速的三倍 前总统奥巴马因担心Delta变体而缩减60岁生日派对的规模 研究发现早期新冠病毒的症状因年龄性别而异 马州14个县中的12个现在面临新冠病毒传播的高风险或较高风险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尽管在Delta变种的刺激下 马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所增加 但今天该州的数据显示 只有0.18%的接种过疫苗的马赛诸赛诸居民对该病毒呈阳性 根据公共卫生部的数据 在该州的新冠病毒住院病例中累计有395例或0.009% 是在接种疫苗的人中 根据同一数据 接种疫苗者的死亡人数占新冠病毒总死亡人数的0.002% 目前7天的平均阳性率为2.54% 比6月25号的大流行低点0.31%有所上升 尽管病例增加 但官员们说 数据继续支持接种了疫苗的确诊病例 病情不那么严重或没有症状 尽管如此 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马州的一些社区正在遵循CDC的建议 建议人们在公共场所时在室内佩戴口罩 即使个人已经接种疫苗 以帮助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劳工部长马迪沃尔什周一回到波士顿 宣传带薪休假和医疗假 这也是他加入拜登政府后首次在该市公开亮相 这显然是苦乐餐办的 沃尔什谈到回来时说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我们一直在全国各地游行 我已经去了20个不同的州 沃尔什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前发表了讲话 作为人人享有带薪休假运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次跨国巴士之旅 呼吁立法者通过一项全国的带薪休假政策 作为前波士顿市长 他带头为城市工人提供带薪休假 沃尔什还被问及 认为代理市长金珍妮在他离开后的表现如何 他说金珍妮做得很好 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他说由于他作为劳工部长的职位 他不能在竞选中给予支持 调查人员确定 周五在波士顿MBTA绿线上发生的车火中 后车的速度是限速的三倍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周一表示 当时前面的列车速度约为每小时10英里 后面的时速约为每小时30英里 MBTA上周指出 该地区的限速为每小时10英里 周一绿线上的乘客在得知这一事态发展后 表达了对安全的担忧 州长查理贝克周一早些时候说 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这次事故的更多信息 他说这次事故可能会更糟糕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领导 对这次事故的调查 由于对新冠病毒Delta变种的担忧 前总统奥巴马决定缩减他在 马沙葡萄园60岁生日派对的规模 奥巴马的生日是8月4号星期三 但户外派对原计划在周五举行 数百名客人将接受检测 预计一名新冠病毒安全检测员将出席 但Delta变体带来的风险 不得不让奥巴马改变计划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最近建议马沙葡萄园所在的杜克县 处于新冠病毒传播的高风险中 奥巴马发言人表示 这个户外活动是几个月前 按照所有公共卫生准则和新冠病毒 保障措施计划的 由于过去一周Delta变种的大范围传播 奥巴马和夫人决定大幅度缩减活动规模 只包括家人和亲密朋友 奥巴马对大家从远方送来的生日祝福表示感谢 并期待着尽快与大家见面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的早期症状可能根据年龄和性别而有所不同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患病的头几天60岁以上的人 比年轻病人更不可能出现嗅觉丧失 更可能出现腹泻 而男性更有可能报告气短疲劳和发冷 女性更有可能报告嗅觉丧失 胸痛和持续咳嗽 这些数字是来自于英国 当时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和阿尔法变体占主导地位 但研究人员表示 Delta的早期症状可能也因年龄和性别而不同 这表明感染新冠病毒的早期症状 可能在同一家庭或家族的不同成员中有所不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一份更新的地图 显示全国各地新冠病毒的传播水平 现在马赛诸塞州有12个县 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率很高或较高 建议人们在室内佩戴口罩 即使人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二江 诺福克·杜克斯和伯克希尔县列入了该名单 目前马州只有西部的弗兰克林县和汉普郡不在名单上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